送走了2014迎来新的一年 除了倒数和烟火之外 各位观众朋友知道 世界各地还有哪些热闹有趣的活动呢 一起去看看 首先看到英国充满活力的同管乐队 随着音乐舞动揭开序幕 达达队拿着红白彩球赛街头热舞 赛客大拖车 古董车 蒸汽小火车 小马车以及大象也都赶来凑热闹 而小朋友们最喜爱的小丑群也没有缺席 伦敦今年的有情主题是 前进中的伦敦 街道上飘扬着五彩缤纷的大气球 两旁挤满了围观群众 来自英国各区及世界各国的8500名表演者 带领观众迎接新年 来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墨西哥狗 货真价实的热狗 金龙狗纷纷跑上街头 它又是什么呢 看到背上的一个骑马师 没错 我就是赛马啦 佛州最南端的岛屿城市 及维斯特在年度的最后一天 市民一起遛狗向过去的一年说再见 并迎接新的一年 175只可爱的短腿小狗狗 打扮成各种有趣的模样 吸引民众拿起相机猛拍 或是摸摸着群可爱的狗狗 我们再到意大利 庶民全身赤裸 只穿着泳裤的罗马人 在众人的欢呼鼓掌下 先后从罗马市区的 佛尔瓦桥头上 跳入冰冷的台博河中 有的还表演了精彩的高空花式跳水 原来跳水是罗马人传统的迎接新年方式 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1946年 而被称为OK先生的帕姆里 用这样的传统方式迎接新年 为的就是替世界上的所有人 祈求心灵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